下班後就不要講那麼多數據 講些輕鬆一點的事 其實上次我都給他們看的 很多人說中國會爆煲 你看看這幅圖 你就覺得上面那些人 全部爆了都還沒到中國爆 上個星期五出了一個新的政策 監管銀行等等 其實監管局是做漏了事的 有一間團體是沒有限制的 那個團體那個總部就不是在中邁 那個總部就在紅磡在曲街附近 那個就是觀音廟 每個人都去借庫的 那次我走過去 有個婆婆借了錢 借了幾億 有個妙竹就走去問她 添香油好 那婆婆就回答了兩句說話 那個妙竹就不敢拿 她就說 借錢要不要給錢中間 哈哈 那那個妙竹就走了 那這句說話是甚麼 其實我講這個故事告訴你 其實很多東西是洗腦 就是說 上年年底說美金會強 美國利息會加 然後債會少 根本是沒有可能 但是 上年你個個都會害怕 國內的朋友 個個都搶著去換人仔 把人仔換港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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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那個外匯儲備都多了 那就是說 是講洗腦而已 你說甚麼 甚麼借錢要還 你聽了差不多半年了 現在全部個個都識賠